第二个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做出按钮 刚刚这个按钮其实本来是没有的 有些同学可能奇怪 老师我的画面上面怎么没有按钮 因为那是我加 我之后才加的 不是本来因为我要demo给各位看 那怎么去加这个按钮 特别注意 插入在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有个插入表单控制项 这边就个按钮 记得不要用到下面 下面有个按钮 不过这个是Active的控制 就是ActiveX控制项 基本上两个都可以产生按钮 但是上面这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比较简单 因为它直接可以去选取你的这个Sub 可以用直接选 但是下面这个Active控制项 它比较麻烦 它还会需要什么一个事件 产生一个事件再去执行某个程序 会多一个事件的这种叙述 比较麻烦 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这边说明一下 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表单控制项 点它之后记得 这个就跟Photoshop那种软体差不多 按左上到右下 拖拉出一个范围 按钮的大小 由你自己决定 你可以自己拉一个大小 大概这么大好了 接下来呢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要指定的是哪一个Sub 那因为你之前写过的Sub 通通都会在这边出现 门号跟清楚 我写两个嘛 基本上你如果写的没有错误的话 都会在这边出现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选取 上面这个门号的 就是选门号 直接按确定 那我的习惯是会多做一个动作 把这两个字复制起来 按确定 那你想说复制这两个字要干嘛 其实最主要是把它贴上 这两个字就少打两个字 其实就少打两个字而已 没有太大的原因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编辑器 可以再做贴心一点 应该自动帮你把两个字放 可是因为从很早以前的版本 到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了 所以干脆我就直接复制贴上 好 这样的话门号就出现了 那你就再按一下 它就出现了 执行门号程序 再来清除 你再一样插入一个这个 再拉一下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要刚好拉到一样一模一样大 其实有点困难 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不然就宽一点 所以即便你做好了清楚 可是还是不一样大 那其实怎么样调到一样大 基本上当然你可以怎样 按一下它 按右键 这边可以再调 可是有的时候怎么调 好像都差一点点 所以有个绝窍 就是说呢 我的习惯是这样 干脆按右键 复制一个 把门号这个按钮复制 再贴上 贴上的话就按右键贴上 或者Ctrl V也可以 用这样子一模一样 有吗 按右键去重新指定它的具体 一样复制一下 把它贴上 不过这个时候不要乱移 OK 那就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呢 就清楚了 位置好像有点偏 你可以怎么样 再让它再 如果说另外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拿上面这个来复制 再贴上 修改 第二个方式 如果说刚好 你不用这个方法 没关系 假设不一样大 没关系 按滑鼠右键 其实你要选 不是按左键 因为左键是执行 按右键才是选取 然后选了第一个 按Ctrl键 选第二个 这个时候按左键 选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一样大 特别注意 选了两个之后 在它的上方 会有个什么 绘图工具出现 叫做格式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格式是在2010以后的 这个Excel才会有 2007以前 是没有这个东西 是新的版本才有 那它可以做什么功能呢 就是你选了它 按下格式 它可以让你怎么样 对齐 有没有 对齐里面的话 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靠左或靠右 靠上等等 就是说 这边比如说靠左对齐 可以让它这个 对齐方式 再来的话大小 这边可以去调整 不过你只能做一样大 不过在2013的版本 又多个功能 它可以让两个按钮变成一样大 但是2010 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怎么办 这个好像就不能这样 顶多我刚刚讲的 你就只能用 如果2010的版本 如果你要做按钮一样大的话 那你只能用贴上的方法 重新指定它的名称 重新选取再重新定义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做完之后 我们就是有个清除功能 跟门号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所谓的增加 记得在开发人员里面的 表单控制下 有按钮 试试看 那这个是第一种做按钮的方式 那当然 你想说老师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其实有啦 当然有 假设 像这种方式看起来 比较正式一点 可是如果说有的时候 你不希望让人家看到 其实你有机关 你可以用什么 美工图 这边有个图案 插入图案里面 假如这 随便我弄一个笑脸 在这边 笑脸的颜色也可以变更一下 其实笑脸可不可以变成 那个 就是 比如说 按下门号的动作 其实可以喔 比如说你看 这边有个笑脸 对不对 按下去 它就有执行聚集的功能 那这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不希望让人家知道 你会这么多 对 你可以把它删掉 以后自己按下去就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 所以真的 太正式 除非说你是给别人用 不然的话 你假设 你只是希望 自己会用 因为有时候 你也不希望老板知道 你会太多 对 他也不会给你加薪水 他只会 你会喔 那你可以多做一点事情 对可以给你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就不要显示 那个按钮 你可以怎么样 做个小图示 像这种 这个 不要太明显的位置 甚至你可以移到这外面来 对吧 等到下班前 再把它按一下 那事情就做完了 或者是说你像一个 这个清除的话 假设这边有个叉叉 用这个叉叉好了 在这边 小叉叉 然后颜色改一下好了 这个颜色 按右键一样 指定聚集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按右键 指定聚集 清除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下班前按一下 按一下 OK 好下班了 那平常的话怎么办 就装忙 是不是 之前有同学 他学了几期 我有问他说 他说他真的工作变得 很有效率 而且时间变很多 然后他就说他上班的时候 就是也是要做点事情 让老板觉得他做很多事情 但老板没注意的时候 他就也可以练习VBA 然后让自己的功力更增加 所以他现在做起事来 就非常的得心应手 甚至他觉得工作好像 已经没办法满足他的能力了 他可以在想说 要不要可以有机会再找更好的机会了 OK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比较正向的 不然你在一个职场 他们老板也不会说要你去学 等于说可能你不行 就换一个比较快 而且可能常听到的是 如果越资深的员工 薪水付越多 他宁可是找两个新的 来替换一个旧的 那旧的怎么办呢 就想办法 就是可能让你离开 或怎么样 甚至有些人我听到 比较不人道的是 他已经快退休了 他就用各种方式 让你怎么 反正OK 应该都有听过这种 因为说真的要付出很高 那也是成本 OK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你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说 在旁边增加这种 小图示 他可以从插入图案里面去找 这边都可以 或者甚至是美工图案也可以 因为美工图案本身 你随便找里面一堆美工图案 那美工 随便一个美工图案上面 一样也会有一个右键 你一样可以去设定指定的聚集 这个部分都不会有问题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如何在VBA里面 增加按钮 比较标准的做法是 利用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 有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那当然比较不是那么正式的方式 你可以用那个像小的图示 就是插入图案 插入图案 里面可以再去找一些小的小插图 反正你看得懂就可以了